近年,各大电器品牌都出了很多不同功能的智能门锁 好像很吸引 但其实是否每个功能都那么适合你呢? 所以今天借了三个大品牌的智能门锁 来与大家实测一下 教大家智能门锁的什么功能才是重要 智能门锁开锁方式大同小异 所以不再详述 但它们的密码保护能力就值得一提 因为密码是最有机会被人偷看的 这三款智能门锁是如何保障它们的密码功能的呢? 这款就是电器大牌子的智能门锁 它会先展示两个字 按完再输入密码 这个专出智能电子锁的品牌 就用一个与坊间智能门锁很不同 叫PinGenie的密码保护方法 一打开有四个圈圈 里面有随机的数字 假设密码是123456 就在圈圈里面选123456 每次输入都不同 不单可以避免指纹流行 还可以避免其他人用不同的方法 追踪密码输入的路径 这款智能门锁 你前面可以乱入几个数字 然后输入正确密码 这样就能开到锁了 这三款里面 我觉得用的动作最少 最方便和最专业 就是这一款 它输入密码的动作本身 就是保护密码的方法 非常聪明地一步可以做到两样东西 另一个选购智能门锁的要点 就是内用度 当中智能门锁的用电量和电池寿命 都非常重要 以下给大家参考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品牌常常换新款推出新功能 但原来硬件过了两年 就追不上系统更新呢 所以智能门锁的运作 追不追得上时代和系统更新 才是选购的重点 教大家一招避免这个问题 如果那间公司的内部 是做了门锁的硬件 App 云端系统 而不是外判的 那品牌各个型号的调整 变相就容易得多了 那你门锁的寿命就得到保障了 而这一款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研发和营运 想更新用App就可以了 讲到智能门锁App 一个好的门锁App 就不用太复杂 它四个锁已经可以处理到很多功能 无论是一次性 还是固定期限内的开锁方式 都可以轻易加减用户 讲到开锁方法 这款门锁最特别 而其他牌子没有的开锁方法 就是离线密码 就算门锁本身没有连接WiFi的情况下 都可以用到这个即时设计的离线密码 智能锁本身不直接连接互联网 就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网络攻击了 没有人可以透过网络攻击到你的门锁 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所以大家记住 选智能门锁有以下两点要注意的 第一 就是它究竟用什么技术去提升它的保安能力 除了密码保护之外 还包括它如何面对网络攻击 第二 究竟你那个门锁能不能够跟得上系统更新 这个直接影响到你可以用它用多久 那大家订阅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 年轻人 també